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最近FB都沒看到什麼值得一品的快樂遊戲 有些也都已經陸續上架了 所以就用雜談來稍微帶過 不再另外出一集了 不過你們這些廠商還是要多努力動一動 不多搞點答辯遊戲 是要叫台灣韭菜何去何從呢 我的歡樂全員全靠你們了 開頭這邊先幫一款遊戲宣傳一下吧 那還是要重申 這跟過往一樣沒有任何業配的商業成分 單純是我個人欣賞這間廠商 所以才會願意主動講一講 以後再那腦補意測了 遊戲名叫做召喚與合成2 這款遊戲之前也講過 算是做這系列以來 難得的佛心遊戲之一 本來我還以為這種 一看就知道不怎麼能賺錢的遊戲 大概是不會吃力不討好的來推外服了 所以這次也是挺令我意外的 目前是封測階段 僅支援TAP下載跟安卓平台 玩法是個簡易的休閒加放置遊戲 每週畫風也不差 詳細資訊之前也講過了 不過這遊戲從上架以來 就很難賺到什麼錢 去玩過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這次封測廠商也沒有特別去買廣告來推 或者搞什麼抽獎活動來拉人氣 搞得目前的官方FB 看上去也是挺慘的 如果你是波追求硬核 或者射出的休閒玩家 推薦是可以找來品一品 那歡樂時間開始吧 首先是世皇再臨 就是之前講過的世皇傳說 跟之前盜版的鬼滅之刃一模一樣 沒版權遊戲就沒啥好說的 遊戲隨時停運也不意外 你要花錢支持我也沒意見 只要之後不要在那邊靠腰就好 小妖問道 知名廠商三七戶於旗下的產物 一款砍術加戰力養成的遊戲 雖然我不知道這遊戲的樂趣在哪 不過看廠商商城開的價格 肯定是能給予有錢人充分的樂趣 即便只是一瞬間也足夠了 也充分的讓會賺錢跟會收割 達成完美的賽博能量守恆 再來修修三國 遊戲整體連價先不說 玩法也是高仿前陣子的無雙加生存奇才 而營運商江西貪玩的名號 倒是來頭不小 可是兼知名的業有大廠 而旗下最廣的人之人就是藍月傳奇 又稱為貪玩藍月 這在過往我也提過了 靠一句紮紮會 直接創造出這類傳奇業有的最強名音 但顯然呢 即使賺債多錢 也不見得能產出對應品質的遊戲 但卻非常符合這些商人追求的投資報酬率 神隱月之城 這間代理之前在士林深淵傳說裡面聊過了 為中國凱因網路的關係企業 提供超越智商的畫質跟體驗 但還是能收割大量的韭菜 看似荒唐離奇的悲歌 仍舊無情的年年重複上演 總之這些代理的遊戲 閃得過是福 閃不過是命 畢竟三道韭菜的一生 只可一會 不可言傳 再來應該就是大家知道的消息了 鷹角發布的新遊戲PB 泡母泡母 預計發售平台為單機 而非手機的多平台互通 因為跟公司過往二次元的形象差異頗大 所以不排出這款是個貼牌 或者新招團隊的試水作品 整體玩法給我感覺像是3D泡泡龍 角色造型跟洛克人也有幾分神似 畫風也頗像斯普拉頓系列 營造的氛圍也真的很有任天堂那種合家歡樂感覺 那我看B站上有人拿雙人成型來對比 不過只看PB上的表現的話 兩者在內容深度是有個很明顯的落差 胖母泡母感覺更偏向主打低凌層 兩者應該是碰不到一塊 不過近年來派對類休閒遊戲並不少 不論手機或者單機上 但也已經過了前幾年最好的推出時機 而這個遊戲除了最高的門檻就是 你要有朋友以外 這應該也是本次最多人討論的重點 如果太貴的話人就會少 人少的話就沒樂度 一款社交派對遊戲如果沒樂度 那就準備等死了 當然也是買來收藏或者純屬支持 我是沒什麼意見啦 而遊戲現階段也是依靠陰角的名聲來拉抬 不然如果換成別間小場 也應該不會有這麼高的關注度 但目前玩法看上去還是挺單調的 難保不會開局欲窩風後 人氣就直接腰斬 就有後續在觀望吧 不過這樣看下來 陰角的來自新城跟明日方舟周末地 或許還要繼續再南產下去了 可能又要成為有生之年系列了 再來陸版最近有一款M.O 生之國度上架 開發商是中國的簡閱 做是過去曾開發過那款瘋之大陸 也就是台版的瘋之國度的廠商 而後來被阿里巴巴收購以後 成立之後的靈犀護瑜 那講到這間大家應該就不陌生了 光靠一款三國之戰略版就大殺四方 其他還有像是什麼三國之幻想大陸 跟今年第一季上架的三國之戰旗版 以及還有一些代理遊戲 目前也還有幾款內測中的遊戲 像是仙劍奇俠傳緣起 而講到仙劍 它還有其他遊戲還沒上架 看來這IP這輩子是都不能安眠的 而生之國度雖然在美術方面 有找了RO之父 韓國知名製作人 金學歸參與 注重強調在手繪感的畫風差異化 但看上去還是跟風制國度的重合度太高 而且遊戲又是那熟悉的滾服操作 介面又很有免洗感 實在很難讓人喜歡 不意外的話 這款也是會上架到海外了 話說這位知名製作人 金學歸的另一款立作 去年底就公佈要在台灣上架的 救世者之術M 結果大半年過去了 仍是毫無消息啊 該不會是跟那個風之王國宴一樣 選擇直接放棄台灣市場了 而目前日服是有在預約中啦 但熱度好像也一般般 挺微妙的 希望上架後是不會暴死一波 所以再提個陸服的賽馬娘小瓜 遊戲在上個月30號正式公測 但在9月7號卻突然公佈 暫時關閉下載通道 目前網傳消息是蠻多的 但大致是離不開中國那神秘的審查機制 或者又是被友商炎虹舉報了 不過目前還是保持在援運中 所以也不會是什麼大問題了 等風頭過了就會繼續往前跑了 畢竟B站今年下半年的兩款遊戲 自演的施錄德已經宣告陣亡 只剩下代理的千年之旅勉強還活著 所以現在就只望靠賽馬娘這款來回點血了 至於還沒上架的伊露希爾心小 其實也是有點懸 國際版在4月6號就已經先上架了 雖然當時起步是蠻風光的 不過目前也是半截走進棺材了 就該怎麼說呢 B站一直都是不出意外的展現 如果把一款遊戲 快速的從出生到應運致死的教科級範例 真的如果未來要封個四大天王 肯定有你B站的一席之地 再來日本方面 醞釀很久的最終幻想期 永恆危機終於正式上架了 而官方在9月8號的公告有提出 會對第三方的BPM連線有所限制 不過馬上也被人留言酸啦 你官方不是說這次全球發布版本嗎 現在東索西索 甚至即便能下載還是連不上 到底是什麼神奇的全球隨機發貨版 雖然我到今天還是能靠BPM連上線啦 但後面應該就是隨緣分玩了 這樣哪天被砍也不會太心痛 如果你是求安穩或者想玩繁體的 還是乖乖等官方或者代理吧 而截至到9月12號 目前日服的開服營收約在1.91日元 其實有點遠低於我的預期 反倒另外一款馬賽克英雄 靠納買量公式創下了4.16日元 只能說SE加油一點 您貴為手遊天真 手握這麼強的IP 如果還幹不過別人 會被笑一昆年的啊 再來就是讓我滿意外的遊戲 純白和弦 上個月月底 居然推出了日版 是由重力社在日方的子公司營運 不過目前的開服成績也並不怎麼好 如果不用力推一下 可能半年後也會宣告收攤啦 而目前台服也還在努力中 但似乎沒有多大的起色 希望至少能穩穩撐過一周年吧 然後網易在台服去年推出的有殺氣童話2 上個月月底也推出了日服了 那遊戲就是個很典型的掛機MO 不過這類作品依照我以往的經驗 在日本都逃不到什麼好處 大概很快就會去世了 而回頭看台服也早就呈現放棄治療的狀態 最新的文章在6月以後就停止不動了 而在之前也是斷斷續續的更新 而陸服原廠早就爛在年初了 反正擺爛也有收入 是要廠商努力什麼 而遊戲在日服推出的時候 也被人指出有廣告詐騙的問題 該說是很符合網易還是網易的本性如此呢 然後其實我也很納悶 用戶對廠商印象不好產生偏見 是廠商自己造成的 用戶對遊戲評價不好 也是廠商自己造成的 有因才有果 自己不照念 誰沒事會去講你壞話呢 最妙的就是護皇宅 這時候就會拿銀收來說事 但是我不太懂 是需要怎樣邏輯壞死的示威方式 才能把兩件不相干事情扯在一起 如果按這個邏輯 即便詐騙是有錯的 但賺很多錢 所以行為上道德敗壞就沒什麼差嗎 真的是厲害了 只能說難怪了難怪 再來是韓國 又是Netmarble 真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大型測試現場 連推了好幾款 而上個月IP改的繩子塔 已經摸摸下去了 本月6號換成放置774的主場 我對這類放置玩法 實在有點厭倦了 就不去點評了 可能廠商也是挺急的 連續幾季的營收獲利都虧損 很需要一款變現力強的作品 或者靠之後進軍中國市場回血 今年不意外的話應該還會推出動作遊戲 我讀自身級 跟MNO 阿斯達編年史 這兩款應該才是他們今年的主力 到時候可以再來分析一波 最後就是有人一直要我講的 月光雕刻師暗黑行者 這我之前社群有發過文了 官方FB也有相關的情報圖 老玩家一看就知道 是個100%復刻月光雕刻師的遊戲 那廠商就是明白想走天堂W的路線嘛 靠各國的課金大佬彼此仇視 隔空施殺而從中套現 畢竟商業就是求新求變 學學競爭對手也並不可止 而遊戲還是來自同個團隊 同個應員同個腦袋 你要指望他們能從上次的經驗 學到教訓 契而從善 是想都別想了 下輩子都別想 過去遊戲的問題 也肯定會100%復刻重現 大概開伏就會爆出各種外掛 Lag Bug等問題 各位就等著吃瓜就好了 倒是大多數用戶 從來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 要記取教訓也是想都別想了 不過也沒事 課狠狠的課 一個打十個去為國爭光吧 反正玩我是肯定不會去玩的 只是想看他會多快就倒就是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